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太遥远 有业者就会动脑筋 直接把这些名胜古迹搬到家门口 江西南昌就有一座山寨长城 南昌山寨长城位于南昌市西侠怪石岭生态公园 于2013年开始修建 并于2015年对外开放 由于距南昌市区仅25公里车程 适逢周末节假日都会有大量游客参观游览 南昌山寨长城是比照北京八大利长城 以比一比例大小休憩而成 全长4公里总投资大约1亿元 横跨山巅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座烽火台 在外观上与古长城十分相似 只是墙底的食材都是现代的 有游客来此游玩时拍了照片发朋友圈说 我到了长城 有网友认为建造山寨景点 还不如把钱花在扶贫专案上 亦有建议认为不断充斥了形式主义 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不过也有网友解释说 借助山寨长城是私人投资的与政府无关 山寨长城吸引南昌市首座休闲农业观光长囊 有景区自行投资建造 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 让村里的龙家乐也跟着活了起来 有学者认为 微缩景观仿制古迹不值得推畅 因为他们对于市场的破坏性极大 可能对正派景点造成不公平竞争 继续认知发展 列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愈演愈烈 据了解成都金农湖风景区 重庆洋人街 江苏江英华西村等地均建造有山寨长城 长度从几百米到几公里不等 显地记者报道 代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